演員豆花妹蔡黃如 與少女殺手張莉昂一現身 閃光燈就閃個不停 這兩位剛剛合演完 1989一念間的一幕情侶 特別現身 觀傳局記者會現場 擔任台北追星之旅的代言人 我在替香港主持外旅遊的時候 我有特別介紹大稻城 它除了大稻城的港口 可以去騎自行車之外 它裡面有很多古色古香的餐廳 或者是地裡面 大家都可以去過 那時候爸爸有帶我去過 烏來的亞洲二 結果現在沒有了 但是我還有再回去一次 然後變成一個很漂亮的地方 因為有溫泉 然後還有很多 也有很多人文的東西 也有一些小吃 台北市觀傳局為了行銷台北 特別以追星作為出發點 推出最新版本的 2016 城市新發現 台北追星之旅 內容包括偶像劇跟電影 在台北拍攝的場景 讓旅客能一窺他們的私房景點 我們總共印製了四萬份的追星之旅 那這是連續我們 已經第幾年這樣發行 那我記得去年發行了之後 還一再再版 因為非常多人索取 結果今年我們預計這個時間開記者會 沒想到前段時間 1999就接到了很多讀者的電話 問我們說什麼時候發行 所以很高興我們今天舉行發行記者會 台北市觀傳局長檢醫院表示 以影視推廣城市 深受港新馬旅客的喜愛 更是一本另類的旅遊書籍 更能夠在台北旅遊網遊覽電子版 希望能藉此深入了解台北不同的魅力與風貌 凱布大台北數位新聞曹德華採訪報導 並非跟产 candidates 我們知道 感谢观看